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上鸭舌帽的两人更是一脸甜蜜下 甚至还在男友位于太子的堂楼同居 紧隐不离 早前签约成为英皇旗下一人的他 还曾经跟吴浩康拍摄MV 不过如今新歌的MV 曾乐彤就在台湾拍摄 而剧情主要讲述的是女生失恋后独自旅行 在充满阳光蓝天的旅途中暂时放下烦恼 结果意外认识了另一个他 不过第一首歌的MV 相信曾乐彤也会十分着急 他就表示说不算很紧张 只是担心自己状态不好 所以凌晨三点半就起身做运动 去水肿 六点再投入一天的拍摄 反而令人担忧的是天气 他继续解释说 因为刚好撞上台湾的雨季 原定的拍摄日期已经延期过一次 但都是怕会突然下雨 幸好天公作美 在拍摄时有阳光 而且我们还意外遇到夕阳 等到奇迹一刻的出现 是美好的一次 其实对于第一次拍摄 曾乐彤能够如此镇定自若 相信也是老天赏饭吃的类型 曲风轻快 虽说是单身旅游日志 但似乎给人感觉 更像是分手后重生的感觉 至于新歌的MV 是由曾经为偶像荣祖儿 拍摄过MV的导演指导 曾乐彤就表示说 这次能跟他合作 我觉得很荣幸 陈映之导演 给到我很多惊喜 至少没有想过 第一首MV会有超大型烟花 加上台湾 有不少打卡圣地 好符合歌曲中 那种阳光 积极的感觉 拍摄时 已经对MV充满期待 他好像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真的令我很惊讶 凭借仙气外貌 加上艺术才华 本是网络红人的他 已经备受瞩目 对于新事物曾乐同 还是需要时间去学习跟尝试 不过不管怎样 还是希望能够 继续看到他的好作品 加油 还有 有 有 编号